大家都知道范冰冰弟弟范诚诚出道了 比起很多明星从小透明打拼出头 范诚诚不要太幸运 一出道就因为有个大明星姐姐而备受嘱咐 这部前不久范诚诚以韩国练习生的身份 回国参加节目时的照片就掀起一波热议 感觉韩国造型能力超强有目有 范诚诚以前在国内时还长得普普通通的样子 去了一趟韩国回来 浑身就散发着明星启智了 怪不得范冰冰冰冰在国内这么多资源 还千千万苦送弟弟韩国当猎行生 也是用些良苦啊 不过照片照角度修修不很好看了 但视频的话 一秒钟就大回原形 我们可以看到范诚诚为爱奇艺的节目 模范练习生录制的视频 一出场范诚诚就弹钢琴 还说了一段rap没有其他rapper那种对天对地的气势 所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而视频中的范诚诚 虽然跟照片里还是有点像 但感觉五官明显比照片里多缺陷 排流坚超严重 整个人也因为妆感太重 不过在节目路透视频中 范诚诚长得就比正式视频里好要看 但还是觉得韩国的妆感真的太重了吧 17岁的少年还是清净爽爽的最好看了 这样大家也能看出 范诚诚无论是包装前还是包装后 简直也就那样 美貌不极怕减 网友甚至说全家的美貌都集中在范冰冰身上了 确实 虽然这些年范冰冰一直伴随整容的话题 但她从小到大都是美女啊 当年环珠格格里金锁虽然很稚嫩 但笑声声的模样还是很勾人的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就算身材丰满了 但在美女如玉的娱乐圈 还是能排千年的 看伴冰冰家庭合影 父母长得都没那么出众 能生出她这样的美女 果然是把全家好的基因都遗传到她身上了吧 范诚诚就没这个好运气 不过这长相也不错了 再加上明星抗宝装 还有姐姐的资源 范诚诚要混于乐圈还是很简单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范诚